社会焦点 新北市板桥有一名陈信外送人员 二号晚间取餐的途中 途人遭到了四名的黑衣人 吃着棍棒透殴 这名外送人员他高喊着救命 不过最后还是被强压上车 载离了现场 警方获报之后立刻组成了专案小组 在两个小时之内 跨区在桃园归山抓到了四名嫌犯 一查之后发现形势感情纠纷 陈信外送员小吃店取餐完准备离开 不料黑色轿车突然冲下了四名黑衣扼煞 持棍棒将他通勾一顿 外送员四处逃窜 但最终还是被强压上车再离现场 幸好他中途强开车门 民众察觉不对劲 赶紧报案 警方组成了专案小组 案发后两个小时内 跨区区在桃园归山抓到四名扼煞 他们没料到这么快落网 逃医过程甚至还开电影庆祝 是案的嫌犯狼狈落网 而警方事后一查背后纠纷 竟然是因感情而起 事发在新北市板桥区万安街 担任外送员的陈信被害人 跟蒋庆祝贤是情敌关系 最近共同追求一名女子 而被害人疑似跟女方较为亲密 祝贤得之后吃醋怒火攻心 掌握外送员行踪之后 就料好友持棍棒将他痛殴 还当街将人压走 据了解为被害人陈男与祖贤 蒋男友人有感情纠纷 蒋男不满 故伙同友人持棍棒殴打 后将陈男压上车 情敌见面分外眼孔 男子选择动粗发泄 这下形象大扣分 恐怕吃上行则女子也追求不成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 炼 炼 炼 中文字幕——YK